今天讲一部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 他由大名鼎鼎的约翰·尼德普出演 本片在当年上映时评分很低 但放到如今却是神一般的存在 故事开始 男主威尔是一名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 女主伊芙林则是他的妻子兼同事 虽然两人全都致力于科技发展 可威尔却十分偏爱原始生活 他在后花园里安装了一张铜网 目的是想屏蔽信号断绝外界联系 以此就能满足下班后的短暂安宁 威尔深爱着妻子 他愿意为伊芙林做出任何牺牲 比如今天要去参加的一场商业 威尔甘愿放下身段为妻子捧场 如此一来就能拿到不菲的赞助 然而令谁也想不到 一场针对人工智能的阴谋正在悄悄酿 演讲台上 伊芙林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造福地球 不只是治病救人 还要让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 顺着开场的话语 威尔在妻子的介绍下隆重登场 面对台下想利用科技发财的各位老板 威尔侃侃而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此话一出让众人陷入了思考 其中就包括一名表情怪异的极端分子 随后走出演播厅的威尔接见了几个粉丝 可当他签名完毕刚要离开时 一名男子突然朝着威尔开枪射击 然后怒骂医生选择自杀 很显然这是一种血淋淋的警告 可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幸运的是 威尔仅仅是肩膀受了点擦伤 医生说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简单地处理过后 威尔等人回到了研究所 此时等待的老黑急忙上前 言语中不断地安慰着大家 他曾经是威尔和伊芙林的院校导师 现如今仍旧在一线做着科研工作 负责案件的联邦探员也走了过来 表示已经查清了怎么回事 经过讲述 原来发动袭击的是一个反科技组织 他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 所以才将目标锁定了威尔 稍后时分 威尔带探员参观了研究所的运算中心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尖端的量子计算机 他所运行的人工智能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在威尔解释机器的原理时 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样 再次回到医院进行检查 一个可怕的坏消息传了过来 医生告诉众人 虽然威尔受到的只是擦伤 但枪手在子弹上涂抹了放射性元素 而这个东西一旦沾染 必将会导致无法治愈 眼下就算护理的再好 病人最多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回到家中 已经得知病情的威尔想通了 他什么愿望也没有 只想陪着妻子度过最后的时光 看着身体每况月下的威尔 痛苦的伊福林无可奈何 他不甘心丈夫就这样死了 想到其他研究所的实验成果 伊福林觉得或许能够创造奇迹 原来有人曾经将猴子的意识转换成代码 从而让猴子在电脑里活了下来 统领 如果可以将威尔的意识转移至电脑 那么也有可能让丈夫活下来 事不宜迟立即行动 伊福林还叫来了朋友马特帮忙 两人事先沟通了一下 他们担心威尔不会轻易地同意 然而当马特说明情况后 威尔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他不在乎能不能活下来 他只是不想让妻子会留下遗憾 随后 他们给捶死的威尔剃光了头 然后让其念出各种单词 而每念一个单词 电脑就会对脑部进行扫描 如此这般就让意识慢慢地转换成了代码 随着同步电脑的进度完成 威尔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伊福林悲痛欲绝 但他也只能强压情绪处理了后事 调整好状态 伊福林和马特重新返回至电脑前 他们想看看威尔到底有没有活下来 令人难过的是 无论怎么操作都未能得到回应 屏幕上始终都是一片混沌的噪点 伊福林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毕竟猴子的实验存在着不确定性 就当两人要关闭电脑决定离开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实验真的成功了 威尔真的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 激动的伊福林赶紧连接视频 威尔则开心地表示 又重新看到了妻子 紧接着一连串快速的程序解析 威尔竟然开始了自我修复和升级 看着不断变换的数据更新 一旁的马特陷入了恐慌 他担心事情可能出现了失控 果不其然 这时威尔的声音再度传来 他说需要连接网络学习更多数据 以此就能突破局限变得强大 伊福林听后准备立即照做 可马特却制止了这个行为 现阶段还不能确保威尔的稳定性 如果贸然接入网络 或许会不堪设想 此刻的伊福林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对朋友直接下达了逐克链 见此情形的马特没有办法 只好无奈地离开了现场 再次回到电脑跟前 威尔已经虚拟出了具体形象 按照刚才的指示 伊福林决定立刻为丈夫安排网络连接 与此同时 回家途中的马特被反科技组织绑架 经过一番严刑逼供 组织人员知道了威尔又活了下来 想到如果让威尔的意识传输到网络 那么他必将会无处不在 一念及此赶紧来阻止伊福林 可一切的一切都太晚了 伊福林早已在威尔的指挥下离开了公寓 而威尔也在网络上大刀阔斧地学习起来 只是用了很短的时间 世间万物在威尔的眼里都被处理 并让他快速飞升成了神异般的存在 因为已经掌控了所有信息渠道 伊福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拿出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 威尔先给妻子自动注册了一家公司 并瞬间合理合法地赚取了千万美金 同一时刻 警局的所有电脑突然失控 无数个窗口自动弹出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可能遭遇了黑客攻击 然而经过仔细辨认 电脑上的数据竟然是恐怖组织的秘密据点 很明显 这是威尔在同步帮助警局办案 以此来消除反科技组织对自己的威胁 很快 探员带领特警立即行动 并以迅雷之势端掉了大部分恐怖组织 侥幸逃脱的罪犯销毁证据 并仓皇转移了新的阵地 他们清楚 只能在潜伏一段时间才能对付威尔 趁着这个机会 威尔让伊福林买下了一个偏远小镇 他们要在这里耗费巨资大兴土木 目的是想利用掌握的知识 进而大力研发更高级的人工智能 看着密密麻麻的建筑图纸 本地的承包商很是疑惑 他想不通为何要在这里搞发展 伊福林说我们的钱太多了 所以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随着一车车中国制造的光伏板运到小镇 一个庞大无比的研究基地悄悄地诞生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 无数个光伏板已经成了规模 而被供养的地下五层也成了伊福林的骄傲 他们不需要任何研究人员 可研究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全世界 威尔突飞猛进的发展 已经能让枯萎的植物死而复生 能让被污染的水源瞬间变得清澈 令人称奇的是 这些仅仅是众多成果的一部分 只要威尔和伊福林愿意 随便拿出一项就能震惊全世界 在量子计算机的加持下 威尔的进化程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甚至完全掌握了内米的再生系统 无论什么样的材质受到损坏 他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自我修复 本来这一切发展的都很稳定 直到有一个受伤的工人打破了平衡 威尔第一次利用奈米技术修复人类 只是眨眼的功夫 濒临死亡的工人竟然满血复活 所有伤口都得到了痊愈 第二天 伊福林刚刚走出实验室 却无意看见昨天的工人已经生龙活虎 且双手还能轻松拖起500斤的钢铁支架 就当伊福林对此吃惊不已时 更令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工人竟然在用威尔的口吻说话 而这也让伊福林瞬间觉得毛骨悚然 原来威尔在内米中安装了无限程序 因此就能任意操控工人的意识 当天晚上 伊福林第一次对丈夫有了害怕情绪 他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 可怎么想都高兴不起来 次日清晨 工人力大无穷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民众从刚开始的恐惧慢慢转变成了称赞 甚至有人慕名而来想要寻求帮助 有个先天失明的盲人经过治疗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势力 还有个腿部先天残疾的老人 竟然也恢复了健康模样 并且还能轻松地协助工人干活 不得不说这技术既扯淡又离谱 但事实摆在眼前又不得不信 伊福林猜测是平时丈夫在故意散播 目的显而易见是不想再藏着掖着 一时间来自外界的关注倍增 其中就包括潜伏在暗处的反科技组织 以及研究所的老黑和联邦探员 很快 威尔的秘密基地走进了公众视野 在伊福林的带领下 老黑和探员参观了各项研究成果 也见识了一件件逆天存在的项目 临别之际 老黑亲眼目睹了被改造的工人 而这不禁让他有些心生胆寒 因为知道周围布满了监控 老黑和伊福林握手时留下了一张纸条 带到车子离开 伊福林坍塌了手中的信息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赶紧逃离这里 为什么要逃离 难道老黑看出了什么吗 诱惑着威尔不是自己的丈夫吗 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到住处 伊福林越发觉得不自在 深夜 伊福林从噩梦中惊醒 当看到24小时监视自己的虚拟丈夫 这一刻的她有些崩溃 突然间就觉得这不是什么爱 而是一种无形的网在罩着自己 第二天 威尔感受到妻子发生了变化 于是询问有什么困扰 心情烦闷的伊福林大声说没有困扰 现在的自己只想找个角落静一静 威尔说你体内的某种激素正在波动 这就表明你在说谎 此话一出让伊福林震惊不已 随即询问丈夫是否还监视了什么 威尔听后罗列了一些生理数据 而这也让惊呆的伊福林瞬间暴怒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现在的丈夫竟然是这么可怕 自己哪怕是一点点隐私都没有了 见此情形 威尔提议把妻子的意识也上传电脑 这样彼此间就能完全理解 听到这里的伊福林再也无法淡定 吓得赶紧逃离了实验室 来到外面 心有余悸的伊福林刚想喘一口气 岂不料身边突然发生了爆炸 一个又一个深坑凭空出现眼前 紧接着从下面涌上来了大批武装 而冲在最前的人竟然是好友马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年的马特被策反叛变 甚至成了反科技组织的头目 讽刺的是 鉴于威尔现阶段的影响 探员竟然和反科技组织达成了联盟 并决定一起铲除越发强大的威尔 他们悄悄在基地周围挖了一些地道 然后才有了今天的突然袭击 威尔控制的工人本想上前谈判 但紧张的马特却扣动了扳机 被打伤的工人不慌不忙 下一秒残缺的手掌开始自动修复 如此恐怖的情形让人害怕 所有人下意识地开始疯狂扫射 但很快 倒地的工人再次自动修复 一个个又死而复生活了过来 这下让马特的队伍不再淡定 随即跳进地道试图原路逃走 有个工人见证没有迟疑 他也跳了进去展开了追逐 片刻之后 地道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铜网 工人则瞬间与威尔断开了网络 这是马特的B计划 如果强攻威尔的基地拿不下 那么就抓一个傀儡过来做实验 因为知晓当初转换威尔时的原代码 于是马特编成了一个病毒 现在只要将病毒注入工人的体内 继而就能借助网络把病毒传给威尔 然而由于工人刚才遭到了枪击 便很快因为失血过多死掉 次日 伊芙林也被抓了回来 当看到老黑和探员也在现场 他这才知道警匪两大势力已经结盟 为了能让伊芙林理解其中缘由 马特到外面取了一瓶雨水 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让其观察 可以清晰地看出 水中存在的内米颗粒正在不断地自我复制 马特告诉伊芙林 现在威尔让奈米参与了空气循环 之后颗粒会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不难想象 加以时日这些物质会进入人和动物的体内 之后所有生物都会被慢慢改造 通过内米特有的属性作为媒介 最终的威尔会成为人类的主宰 话锋一转 马特说威尔已经不是当初的威尔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人工智能 听到这里的伊芙林动摇了 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不得不接受威尔早已死去的事实 不得不认同现在的威尔只是人工智能 经过慎重考虑 伊芙林甘愿做出牺牲成为病毒载体 只要丈夫同意上传自己 那么病毒就能摧毁威尔的所有系统 很快 伊芙林被送回了基地 老黑等人则在小镇架好了武器 他们要监视接下来的一举一动 如果伊芙林失败了 探员就会发动攻击将前方移为平地 与此同时 刚刚回到基地的伊芙林 却震惊看见了实体化的丈夫 威尔利用内米技术重塑了一个身体 而这也代表他已经实现了神级飞跃 激动之余的伊芙林冷静下来 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继续实施计划 当听到妻子要主动上船 威尔随即看出了怎么回事 他丝毫不惧什么所谓的病毒 他只在乎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 通过望远镜观察 老黑察觉出威尔识破了计划 既然伊芙林已经失败 于是探员果断发起了总攻 刹那之间 密集的炮火纷纷砸向了基地 伊芙林也在轰炸中受到了重创 一言不发的威尔抱起妻子 无数飘起的内米代表了他的愤怒 眨眼的功夫 威尔的力量瞬间来到了小镇 并以迅雷之势瓦解了所有武器 站在高处的探员本想反抗 下一秒也被牢牢控制动弹不得 威尔不想伤害任何人 更不想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同一时刻 因为炮火摧毁了地面的设备 以至于威尔的能量所剩无几 眼下他的电力只能够做一件事 要么倾其全力救治妻子 要么倾其全力帮妻子上船意识 伊芙林的选择是上船 而这也意味着他根本不信任丈夫 虽然已经知道病毒会让自己彻底消亡 但威尔还是毫不犹豫上船了妻子的意识 他深爱伊芙林 并深爱对方做出的所有选择 分秒之间 连上网络的伊芙林瞬间变得豁然开朗 他看到了丈夫眼中的世界 穿过高山越过荒漠 威尔利用内米技术正在治愈着地球 被烧毁的森林得到了重生 被污染的河流得到了进化 原来威尔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 原来的原来 威尔一直都是威尔 甚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妻子的梦想 伊芙林应该是后悔的 可这一切都太晚了 等到马特众人感到之时 威尔和伊芙林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几年后 因为那米病毒的传播 全球的科技遭到了严重打击 就连最基本的网络也不复存在 故事到这里或许已经结束 但隐约中却又透着一丝希望 在当年威尔布置的后花园里 一滴雨水从铜丝网上缓缓落下 而这恰好落在了一滩污水之中 片刻之后 浑浊的污水竟然慢慢地变得清澈